Hello 大家好 我是河河妈妈 今天呢 主要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正针跟反针的问题 因为咱们绣的好多地方呢 绣出来之后它是反针 然后有的朋友呢 还是不太明白这个反针跟正针的这个问题 然后呢 今天我给大家主要来说一下 这个反针呢 就是说有朋友问我 就是说为什么要绣反针 其实这个反针呢 并不是说咱们要绣这个反针 是走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呢 它绣出来之后呢 只能是反针 现在呢 我想给大家说一下正针跟反针的区别啊 正针呢 就是咱们绣的第一针半针 就是这一针 咱们称为正针 然后咱们绣的上面这一针呢 就是回过来绣的这一针呢 是反针 现在呢 我绣到这个地方 然后呢 就是说大家注意看一下啊 就是说这根线呢 我已经从正面穿到这个背面来了 现在是这种情况 咱们这个线呢 因为咱们绣的是这个树背绣 是不是 所以呢 这个线呢 只能是 这个针呢 只能是从线上面这个针眼 或者是下面这个针眼 穿到这个正面 现在呢 如果说咱们直接从上面这个针眼穿呢 就穿到这个地方 大家看一下 就穿到这个地方 穿到这个地方之后呢 咱们只能是再穿到它斜对面这个针眼 然后接着绣这个回针 这个针眼里边穿过去 现在呢 就是穿到背面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针呢 就是反针 所以说呢 这个地方呢 并不是说咱们要绣反针 是它绣出来呢 只能是反针 现在是这个地方 接着呢 咱们还是从 如果说从线上面这个针眼穿呢 就穿到这个蓝色的地方了 现在呢 只能说 穿线下面这个针眼 就是这个针眼 然后呢 大家就是说咱们在穿下一针的时候呢 还是这种情况 还是说只能是往这边穿 穿出来之后呢 你看它又是反针 所以呢 像这种情况呢 所以说呢 咱们绣出来的之后呢 是反针 并不是说咱们要绣反针 是它这个地方绣出来之后呢 只能是反针 然后呢 咱们就是按照之前说的那样 咱们绣回针的时候呢 从这个针孔 现在呢 就可以从线下面这个针眼穿出来 穿到这个正面 穿到正面之后呢 咱们就按照正常的绣法 然后这个反针是绣回针的时候呢 是要从线的下面穿过来 是不是 然后现在呢 就是直接按按照正常的咱们直接绣这个回针就可以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呢 就先给大家说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